我們看這個69 他說一個指點 在雲周上是垂直 垂直的雲周 所以他有受到重力 在垂直雲周上做運動的話 他用PQS 哪一點他的腳動量隨時間的改變率哪個大 也就是說他問這個東西 腳動量對時間的改變率 這個當然就是等於力矩 他哪個大 這個力矩有什麼呢 這MG 這個 頭B 我們許大小 假設這個半徑叫R 這是RMV 沒有RMG 講錯了 RMG 然後頭Q 這個 哪個大小 這MG R的話是這一段 這一段叫RPRM RPRM 然後叫RPRMG 這個 這利比的等於雲 對過去利比等於雲 所以我們都知道 這個 tau S 這等於雲 所有都知道 這個 tau PR 大於 tau Q 大於 tau S 這個事實上就是 腳動量對時間 時間的變效率 所以是PQS 所以答案的話應該是選豬了 P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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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